飘落玫瑰圆啊 大拇指教程 第四 月光白二号加果冬南又七号 和上课视频操作一样 第四完成之后 刷磨砂封层照灯六十秒 清水稀释水彩 四号用的是一加三条河 这里操作和上课视频也是一样的 画出细细细细的纹理 下面一层水彩干了之后画玫瑰花 玫瑰花也是一加三条河 但是水分少一点 需要调的颜色深一些 玫瑰花头我也不太会讲解 不慰的宝宝可以到网上搜一些图片 临摹一下 根和叶子用到水彩盘三加五加六条河 这个根据自己感觉来啊 根不可以综合掉多一点 叶子可以绿掉多 综合少 总之要有深有浅 画根的时候比上水分少一些 轻轻画才可以画细哦 空白柱再画出一些飘落的花瓣 有大有小不要太多 画完刷底着或者加固包裹 在玫瑰根部位置放一小块纸巾 用水彩浸湿 先前后生 纸巾刚好加固封存 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